我叫黄奋龙 我开创了一个新型的艺术情势 叫中国演化 她的艺术真诚 犹如惊涛骇浪上的小船 大起大落 但她始终坚守突围 我觉得自己强大 才是真正的强大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她曾为国内外 众多影星政客作画 她为绘画赋能 提出独特的艺术概念 并巧妙地将商业 与艺术相结合 推出再创世界百夫名画 和印象中国56 两个艺术项目 我要做一些 就是真正能够触动人心的 这些艺术创作 本期海峡艺术名家 黄凤荣 1加1等于3 光队 1 mis pray Good 4 2 5 3 3 5 黄凤荣的骨子里 凝聚着一股不敢示弱的创新因子 不论是创立了演化艺术 还是此后每一步惊人的跨越 即使一路走了 经济遍地 但他始终专注于自我的特立独行 不断开拓自己的艺术生态圈 我的创造力肯定是很前列的 我就要创造属于我自己好的东西 很快就看到我的家了 一个保留非常传统非常旧的房子 安娃 儿时的黄凤荣就住在眼前这栋并不起眼的经由牛棚改造的房子里 南日岛就是他的整个时机 并不富裕的家庭条件没有限制他对绘画的天赋与热爱 我小时候呢 就是我会在这个我的门口 就是这个门口经常会有一些沙子啊什么的 我就会让那个树枝弄完了 然后就在地上就图图画画 然后我会拿一些石头 然后会摆很多图案 然后会好像会在 就是就反正我拿了一些小东西就可以在地上玩了 不亦乐乎可以玩一天 应该是1996年那一年吧 遇到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个老乡 他告诉我 他说这个我们海岛上面有人收这种画油画的血统 我听了以后我蛮激动的 我就去寻找 按照那个地址去寻找 但是我过去打听了一下 人家要收学会一千五 然后我就回到家里 我知道这个挺难的 妈妈肯定是拿不出钱来 我就做了一个比较极端的动作 就是跪下来求他 我说妈妈今天就当我 刚才在山上 不小心这个腿被石头压断 妈妈要不要陪着我一起去借一签 其实当时妈妈也哭了 我也哭了 也就是这样冬错西平这一千五 他开启了我有机会去从事 这个油画的这个工作 学成油画后 黄凤荣毅然决然 踏上了游子寻梦的征途 其实他也不知道 踏上离岛船只的那坚定的一步 能够激起多少的回声嘹亮 游轮为了前行 将海水向后推 黄凤荣为了逐梦 不得以背井离乡 他知道这是一场逆风的勇者之心 2003年年底2004年在北京 我开了第一个画篮 那个时候其实经历是蛮艰辛的 可是又是很有意义 因为当你走到这个大城市 一边吸收很多新的大的文化 一边又能够自己的这个 能够有个成长 是 2005年我又转折到西安 是因为我在北京开的画篮 由于自己的经验不是很足啊 也是因为自己太年轻 然后又到了西安想转寒 转寒做 开服装店开了大概有一年多 可是归根到底呢 自己还是认为 自己想要去找一条 属于自己的绘画的梦想 后来2006年 我就再次来到深圳大风油画村来 希望能够寻找 从事我的绘画工作 为了寻找最好的自己 兜兜转转 虽然艰辛 但带着年轻人的一股冲劲 和对于梦想的执着 黄凤荣享受着生活带来的痛与快乐 从北京到西安 再从西安到深圳 黄凤荣在中国的疆域版图上 画出了一个最稳定的三角形 我这个人很有意思 我做事情就是很敬业 就是我不管建了怎么样 但是我很努力了 奋斗了就OK 2007年 黄凤荣在深圳大风油画村 经营一家绘画工作室 批量生产油画作品 看上去有利可图的工作 却让黄凤荣陷入了深深的迷惘 日复一日重复单调的生活 成为限制她创新灵魂的一把枷锁 回望那几年 在遭遇接连的转行和失败后 黄凤荣在深圳的画室 也在学生与画工解散的那一刻 和梦想一同 瞬间破碎崩塌 2007年对我的打击是蛮大的 这等于说又经历了一个逆境 逆境 总是猝不及防地袭击脆弱的人生 低谷时期的黄凤荣 选择回到故乡莆田 期待在故土的滋养下 营造人生的另一片艺术果园 而此时 唯有将杂念放下 和自己的对话 才是正脱逆境的不二法门 我在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 我经常会用一种方法来 解除我这个痛苦 我会选择拿几本书 挑一些安静的地方 然后在那里可以带 花呆一个笑 可以独处 可以反思 发呆不是停滞 而是一场自我较量 只带顿悟的一刻 再出发 我最低谷的时候 我一直没有忘记要充实自己 我不把它理解成 这个是在给我灌溉 我的知识 我把它理解 谎而是看成是苹果 就是它用来 来打开我的困惑 我觉得自己潜大 才是真正的潜大 经过大海的一番魔力 乱石才变得更加美丽光滑 2009年 德福两年后 黄凤荣选择重回深圳 大芬油画村 天将降大任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初回大芬油画村的黄凤荣 寄居在朋友的店铺里 艰苦的条件 同样也成为了她破茧的秘境 那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时候 现在也没带什么现金 那么我也舍不得去租房子 那么直接就睡在店铺 白天我把这个草棋卷起来 晚上呢 就把草棋铺起来就睡了 但是即使那么苦 我觉得我还是很开心 真是我可以看到我的希望 在这段时间里 黄凤荣结识了众多 当地绘画界的朋友 在拓宽人脉的同时 也提升了自己的绘画技巧与演技 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只要你愿意奋斗 能够寻找突破过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了 大芬油画村 我现在就变成果粒了 加更大果粒 爆出更大欢喜 真是大果粒 来评新生级的美志愿果粒城吧 大芬村有着包容性极强的艺术创作环境 给骨子里活跃着无限创新基因的黄芬荣 提供了艺术创作新天地的温创 她开始跳脱出画笔 用更加多样的表现手法来丰富画的内涵 她先是搜集了大芬村各家各户的名片特制成画 在大芬村小有名气 此后又参加央视我要上春晚节目 以绘画为元素表演了一个小品 让黄芬荣在大芬村名声打造 这一次的参加演示的这个节目 就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 以及开启了我的一个新的一个思考 这次参加我要上春晚 对于黄芬荣的意义更像是一束光 照亮指明了她的艺术新道路 一个全新的绘画模式即将粉末登场 我发现绘画表演在中国是没有的 正是我是首创的 所以我在这个里我真的也要感谢董青 因为她当时找我聊天的时候 她说黄芬荣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神奇的表演 说明这一块完全空白 无心插柳柳成荫 董青在闲聊中的一句话 竟然成为砸在黄芬荣脑袋上的那颗苹果 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后 黄芬荣把自己所有的经历都聚焦在演画这条道路上 画画本来是静态的 但是你绘画别人是动态的 然后这个时代又需要动态的东西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我选择这个是没错的 我相信将来我创造的这个演画将来会有很多人 很多人会选择做这个事情的 优优独播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加一等三 刚开始工作室的时候 我自己认为艺术还需要更大的创意 所以我自己提了一个艺术概念 希望是一加一等于三 也就是说有一个新的创意就要诞生了 艺术的东西它需要创新 那我很喜欢找到我的独特性 那么我的独特性 其实它就有一种是在 希望有裂变 或者有新的发生的东西 所以我想提倡一加一等三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其实需要跨界 需要有新的生命来 原来我心里一直爱的只有它 杨子 邓轮 香蜜沉沉 尽入霜 每晚19点35分就在东南卫视 当你想要纯净一下 那就喝口特别纯净的水吧 一口唇液 一口唇净 让自己悦然一新 唇液 钻石般唇净 没事的 孩子学新东西 难免弄脏伤手 舒服加 洗得干净 还有12小时长效保护 这是我用的 不要尾随喷水车 不要热到崩溃 喝口雪碧 酷爽很简单 雪碧爽叶派 全新上市 今年过节 手里扬 手里还收脑白金 脑白金 No matter what you're doing No matter what you're playing We're doing it all the same 敲烧好喝 让夏天更带劲 可口可乐 夏日装 新上市 以一加一等于三 为核心的艺术思维 黄凤荣引申出了几个 为绘画赋能的构想 我的艺术概念里面 有四个绘画家 一加一等三 第一个是绘画家 表演等于演画 第二个是绘画家 媒体等于画心 第三个是绘画家 剧场等于画剧 第四个就是绘画家 联盟等于画门 这个画门呢 实际上就是商业 加艺术加情话 依托着画门的支持 检视频 가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经典画作赋予鲜活的现代理念 架起了一座沟通古今的艺术桥梁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能够在它创作的每一幅偏偏画作品中 看到属于它的特殊标签 有意思的是我做这个 拼贴画的时候 我总喜欢把自己的照片剪辑换在里面 一是我的黄维码 二也表示这张作品 我寒心露骨地换上我的标签 希望大家收藏这张作品的时候 记住我的本能 再创世界百夫名画项目作品 已完成过半 年内便能完工 届时黄凤荣将带着自己的拼贴作品 举行一轮盛大的展览 明镜需要您的理&字幕发展 的 西门 更亏 优先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作 然后是宏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